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今天早上果然这个 目前是新北市的立委罗智政 他就抛出了这个震撼弹 原来我们都一直以为说 新北应该就是内定由他来当 由他来参选新北市长了 尤其成见人之前不动作也都做出来了吗 想不到他在今天早上 不管是颇文或是他亲自出来 他都讲到了 他确实是愿意为党来承担 但他强调几件事情 就第一个他是被征召的 而不是他主动争取的 而第二个时间点已经不站在他这里了 凯湘哥 我觉得罗智政弃选这件事情 恐怕也不见得 他当然写了一副好像就是说 哎呀我很想越党出征 但是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但我觉得他心中恐怕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他搞不好甚至某种程度 在他心中的小剧场里面 还有一个小有一块小原地 是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一个下台阶 可以避开这一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局他毕竟 不会是一个单纯的选举 就只是跟侯友宜之间 看谁的票比较多 不是这样的 他是牵着到非常多派系的 这些纠葛 怎么说呢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在于说 就在于说这个新北市这一块 被视为是苏系根云的地盘 苏系根云的地盘 所以其实原本在这一届 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传出说 哎呀是不是要让苏巧会 直接就上阵了 这个毕竟是苏系少主 苏仁昌这个接班之希望之所计 但后来看起来 似乎是没有办法在这一届上阵 那下一届 下一届苏巧会看起来 就是势在必得啦 那所以反过来讲 从不管是罗志正 又或是林嘉隆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民进党其实很讲究战功的 通常在一个地方 他们是可以接受生根的 甚至你输得漂亮的话 再起的这个绅士会很高的 那罗志正会怎么想呢 我在这边打 我今天打得跟罗友仪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哎几乎要赢了 请问一下我下一届 我就能够确定 我能够真赢输巧会吗 可以吗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请问一下 我在这边打拼死拼活是要干嘛 我还要冒着一个风险 万一我输得很多呢 哎不要忘记 罗志正在板桥这场选战当中 其实他跟柯志正 打得非常激烈的 他不是一个很稳赢的 一个态势 他不是一个非常强的立委 他自己也有很多 包括他自己跟这个助理开房间 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在 那是因为2022整体 这个讨厌韩国瑜的风起 再加上国民党自己 干了很多像不分区名单 这些自毁的事情 让罗志正当选 那罗志正怎么会冒着 自己政治上面的这些风险 去跟侯友仪应拼 如果他跟林佳龙当年拼台中一样 他可以拼一次两次 拼第三次的时候 那也许他会愿意去选 但现在这个局面就不是嘛 林佳龙也是因为这样子 不愿意选新北市啊 因为新北市就是苏细 把他当成地盘在经营 苏细想会迟早的上阵 那我是可以在这边撑多久 所以我觉得对罗志正来说 原本没有人要选 如果苏细又没有人要选的话 搞不好他真的要选 那现在看起来 好像人家也没打算让你了 那这个局面你出来选 那岂不是就是 就是一个背后 大家都各自有盘算 就你一个人在前面卖力演出 那背后大家笑你的笑你 扯后腿的扯后腿 袖手旁观的袖手旁观 他为什么要继续选下去呢 所以我觉得对罗志正 也许他会觉得说 如果你们大家都支持我的话 那我就选啊 那看起来 大家没有一定要支持你的时候 那当然他赶快就退了啊 那可怕心里面 真的是觉得如释重福 有一个下台阶 所以吴炳锐在现在 接着马上就发声的意思 也是因为可能要承起 这个苏细的力量 继续盘踞在这 吴炳锐出现其实 就是很多政坛啊 或是媒体记者 都传另外一个 另外一条脉络 就是苏仁章对2024是没有绝望的啦 他对2024是没有绝望 所以现在所有事情 都要再铺垫一下 那如果新北市这一局 毕竟上次他输给侯友宜输30万票 这几乎是一个很难在打到的门槛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觉得说 侯友宜再怎么样 可能会不会赢这么多啦 不会赢这么多 不会赢这么多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不会赢这么多的话 大家都回头去笑苏仁章啊 说你看就是你这个废物 你最废你输30万票 你创历史记录啊 那所以他就要安排一个 看起来不能打太好的 不能打太好的 然后呢也不会在新北市 然后呢想要借机插旗 我的新北市 我是苏仁章 我的新北市的这样子的角色 那吴炳越很适合啊 因为吴炳越一定输更多啊 吴炳越很容易输更多啦 因为他的嘴脸比孙昌更嚣张 更难看 你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牢基法修法 不喜欢这个修法的 可以不要投民进党 然后呢还包括什么 包括说当时 他在这个雅各城的文件当中 去介入了BMT的采购案 然后他还去告网友 他去告网友 然后告网友呢 他还在那边胡扯瞎掰 什么呢 告网友一部分是不起诉 有两位有几位网友被起诉 是因为那几位网友 真的说的比较过头了 但是吴炳越确实出现在 那份文件当中 介入这个疫苗采购案 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 甚至法律已经认证了 就是有嘛 只是没有说 说所谓三亿美元佣金 这回事情嘛 那所以吴炳越就选择性的讲说 你看法院还我清白 法院还你清白是说 没有三亿美元佣金 那个部分确实 夸张了渲染了 但是你介入这个疫苗 到现在没交代清楚 像这样子的人 他在新北市 他就很难 该怎么说呢 就是一般民众稍微用点脑子思考 可能就不太会选择投给他嘛 那他跟苏文昌这个30万票 他就有机会追进嘛 他就不会说 他可能选得很好 像游席婚当时挑战朱立伦一样 只差两万多票 那这样苏文昌这个 颜面无光 他2024如果要跳出来 选这样的正当性 就会因此而被削弱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逻辑 吴炳越是这样的角色 因为他也是苏系的子弟兵 到时候如果苏小会 下一届要出来的时候 吴炳越就散边 这是很合亲合理的 因为加成毕竟比不上亲女儿嘛 那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那加上说他的形象 恐怕也不是一个很讨喜的形象 他苏文昌不用担心说 他到最后如果只输三万票 让我这个输三十万票的 这个主子情何以堪 所以这两个逻辑加起来 吴炳越现在浮出台面 很多说法是这样 其实提到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啊 是以这特聘研究员的话 一个月是有四五十万的薪水 不过台北市长的薪水 只有十九万 而且任期是四年 当初他放弃 你看到的是他放弃副总统的礼遇 去择优 但是呢 其实如果现在要去择列 去领十九万 对他来说是充满挣扎 你认为这真的是原因吗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特聘研究员 这件事情 我都还记得 那时候我刚刚离开 这个传统的媒体 然后出来当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 跟很多人战过 那时候民进党声势如是中天 陈建仁简直就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骑士 所以很多他的粉丝 就跳出来战这个 当时这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还有来龙去脉 就是总之呢 好像就是某一天 然后呢突然 突然就开始 就开始媒体 几乎同一时间的 开始炒作一个议题 什么议题呢 说陈建仁啊 他放弃了副总统 现在的礼遇啊 哇不得了啊 这简直就是高风亮节啊 然后呢 就后来发现说 这个务事没这么简单 不只是说 他觉得他不需要 他觉得他不想要浪费这个钱 他不想要 多从国库支出 这每个月大概十四万 十八万元左右 是因为他呢去接下了 他呢同样也获得了 像当时李远哲 获得的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当时为李远哲量身定做 这所谓特聘研究员 是每个月可以领个四五十万元 领一辈子领到死为止的 就陈建仁呢 他获得了这样子的待遇 他当然就不要领你这个 你这个副总统的 限联领域才十几万 他去中研院领那个四五十万 可以领到死 然后他当然要啊 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揭露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粉丝啊 跳出来讲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 陈建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人格者啊 他怎么会可以在意这个钱 但事实上他就是去领了 他就是去领了 他就是择优选了一个 每个月可以领四五十万 领到死的 而不是那十八万元 只能领四年的副总统 现在领域啊 所以人之力之所趋啊 这个其实我也觉得 没什么好说 只是你还要 你都已经选择了 对你最有利的 实际获利的 然后你还要把自己 吹的一副好像不得了 简直是圣人一样 我就觉得恶心啊 过头了好不好 这是当时的这个状况 那回来讲 回来讲 我觉得陈建仁选台北市长 几率还是很低啦 还是很低啦 那当然这个 我们这个乌鸦兄 对不对 也是我们好朋友 他从这个角度切入 当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 可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陈建仁的出马 一直就是针对赖清德来的嘛 赖清德还是个心头大患 怎么会把陈建仁这张牌 就直接打在台北市呢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新闻 我觉得他可以再发展一下 但是其中有几个讯息 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个是 看起来陈建仁应该 真的有被征询过 甚至有可能是蔡英文 本人都有问过 他这样子的意愿 看起来应该是有 这样子的机会存在 那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陈时中的状况 真的很糟啊 这代表陈时中在台北市的状况 真的很糟 过去一个月 我们已经看到三份民调 陈时中掉到第三名了 包括正传媒的 包括TVBS的 还有包括 ET Today 长期做这个网路民调 虽然我觉得ET Today 这个调查方法 比较不科学啦 它是很特别 但是呢 已经有三份民调显示 陈时中掉到第三 他的这个状况 看来确实很糟 那如果你去看 分项分析的话 他的危险之处 更在于 他碰到民进党 心中最软的一块 比如说 他在正传媒民调当中 陈时中的民调 之所以崩跌 是他在40岁以下 对不起 49岁以下 三个十年 20到29 30到39 40到49 全面崩跌 这些 这些可是民进党 最核心支持者 这可是过去两三年 然后民进党可以杀爆 国民党的最核心的 这一群铁卫队 比如陈时中 把他们全部都丢掉了 然后再来呢 再来呢 正传媒民调 跟TBS民调 也陆续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呢 因为这些人走了 他们心中 不喜欢陈时中 觉得陈时中 就是一个干话王 就是一个迷音的 这个好笑的 好笑的咖 所以呢 绿白之间 是出现了一些 选票的流动 那这件事情 当然是这个 如果弄不好 极有可能会重演 2018年 像姚文士那样 崩跌的状况 因为那时候 就是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 也投不下姚文士 最后投给贺文哲 所以这样的状况 确实会让他们 觉得非常忧心 那看起来 这个陈建仁的新闻 会一再出现 就代表觉得陈时中 不行的 或是担忧他选举状况的人 越来越多 但陈时中 陈时中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大家 过去一两个礼拜 看新闻 应该看得出来一些工坊 比如说 亲近陈时中人士 的话变多了 包括什么 包括了上上礼拜 放话 下周征召陈时中 然后那篇文章 不是党政协的 那篇文章是从 医药献记者发出来的 这是其一 然后再来呢 还有包括像陈时中 有讲到说什么 这个很多的准备啊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是有点急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有我们昨天有报 就是三立的独家嘛 他就是说 他还亲自打给了 台北市议员 就是说 现在还是拼防疫没有错 但如果党征召我 就麻烦你们多帮忙了 对之类的 他看起来 这个陈时中人士 是有点急了 他可能也嗅到 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劲了 不过呢看起来 看起来怎么说呢 我那天听到一个说法 很有趣 就说其实 其实真正在拱 陈建仁出来的 还不是所谓阴系的人马 阴系人马心中想的 还是 还是陈时中要选台北市 因为陈时中选台北市 你现在看他 抓民调危险 但是民进党 真的很会选举 而且沙喀都的状况 再怎么样 每个人都是有机会当选 这没什么大不了 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可以在选战的后来 这个下半段 后来居上 那陈建仁终究是留着 要伺候赖清德的 要伺候赖清德的 所以呢 所以说弦阵子 不断在拱陈建仁的 不是这些阴系 是所谓的台派人士 是跟赖清德走得 比较近的台派人士 他们就巴不得 一定要让 一定要让陈建仁 在台北市这一局里面 最好就当上台北市长 那2024总统 他不可能出来选 赖清德就可以 顺理成章的上位 所以现在你知道 一路交锋 然后结果呢 当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不断在 劝劲陈建仁的时候 陈建仁就开始 到处接受媒体专访 讲什么 讲陈时中很棒啊 陈时中真的做得很好啊 陈时中是一个 很可靠的指挥官 然后他选台北市长 也很适合 有没有 前两周 陈建仁密集地出现在 媒体当中 你错误解读的话 你还以为 他要争取台北市长 不是啊 他就跳出来跟大家讲说 不要再拱我啦 陈时中最适合啊 所以这一局 真的非常乱 陈时中很急啊 但是因为你民调 要真的掉了嘛 那陈建仁现在 也不能说很急 他用急 也是急着说 不要再拱我了好不好 老子 老子是出来选总统的 准备选总统的 谁跟你选台北市长啊 那但是又有一批人劝劲 被我想的是赖清德啊 最好陈建仁在台北市这一局 对不对 要么消耗 要么就当选 那2024赖清德就上位啊 所以很复杂 好不好 大家再看下去吧 大家今天大爆裤 现在要来开 Turbo拼进阅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 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补课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